近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 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說明 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草案說明顯示出中央對一國兩制 及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的尊重 所以國安法仍然將大部份的案件由香港處理 保留了最重要的 最根本國家利益的案件去自己管 這樣已經破天荒 全世界都沒有 亦都對香港是照顧得很重要的 所以香港是有責任 是一定要保護國家安全 給了香港處理的案件 我們要認真地去偵查 去搜證 去起訴 去審判 這樣才可以真真正正對得住國家給我們這些機會 除了無權處理國家安全事務外 唐慧珠稱香港亦沒有具備 可以獨自負責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能力 針對一些如國防 外交等香港難以處理的案件 中央有權處理 也必須處理 這在《香港基本法》中早已規定 針對近日出現的 反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指定一批法官負責審理國安案件 反對中央在特定情形下 對極少數相關案件具有管轄權等觀點 唐慧珠表示不公平 無法接受 他強調道 行政長官指定的是法官名單 並非指定某位法官處理某宗案件 不會影響任何一位法官的獨立審判 這也符合國際慣例 並非是香港特例 每一個國家去到審這些案件 有兩種做法 一種做法是有一個特別的法庭 你在一個特別的法庭裏面做的那批法官 就是行政部門去委派的了 第二種做法就是委派法官 但亦都是行政部門去委派的 其實在香港 我們有一批法官是專審家事案 一批法官是專審商事案的 那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案有特定的一批法官 就沒有人出聲 來到這個國家安全要保護了 就有人批評呢 它的基礎在哪裡呢 所以我是不接受這樣的批評 對於草案說明中提出的 中央人民政府將在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唐慧珠表示 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制權 設立公署合理合法 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也保護一國兩制 對一國兩制也造成威脅的情況出現 所以無論如何 去到這個地步 中央是應該很果斷地把這件事處理到 香港有足夠的力量去維護國家安全的 因此就一定是對一國兩制是有好處 因為你一國不保 兩制就一定會瓦解 有一個統一安全穩定的中國 香港才會有前途 唐慧珠稱 有穩定才有繁榮 有繁榮才有前途 涉港國安立法從長遠來講 有利於香港社會恢復和平安寧 並會使香港有更好的發展